又說TVB拍星矢要怎麼拍 很容易爆 最後打...你想說哪個故事? 以黃金十二弓做藍本 一開始五個是想做聖鬥士的初歌 一開始就在訓練 那星矢就是一個很熱血的傻子 經常說不按篇章做事 點點點 一開始就要做一些懶型的角色 就在說這些表現得很有天分 會改變的 不會在每個人的星矢日去希臘訓練 指龍中國 不會的 全部躲在一間星矢訓練學院 然後就會有個嚴格的老師 已經濃縮了 變成童虎一個教了這幾個 童虎一開始就很橫斑 一個無理的老師 像學景洪三的 經常亂發揮 讓我跑一百個圈 那些無緣無故在亂罵 還有一班阿長 就是星矢的那些就是懷疑 那些 經常在扭計 那些 阿信就一定要低能化 變成那些最廢的 胡惠傑 那些 那些 那些考試其實是慢慢緊合格 當然要升職的那些幫 那一輝跟阿信的設定 就可能會廢了 就不會再有了 因為他們的TVB一定是這樣改 冰河那些 可能是普通做個英俊角色 或者可能弱智一點 蠢一點 那指龍就做老婆爐 因為他有個什麼春麗 什麼女朋友 就經常說 好想出禮 就會經常很低能仔 每天拿著照片看 還有所有角色選角 一定是變成那些大隻佬 而且全部橙光頭 紫龍 不會有長頭髮 全部兩邊橙青 你們最喜歡的那些頭 全部一模一樣 分不到 你們不知道誰打誰 誰是紫龍 誰是一輝 你都不知道 就認得他們每個都是大隻 鬆空機 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後來 這些是頭幾集的故事 即是後來 即是類似知道 原來老師為我們好 終於成才了 類似一次訓練事件中 老師就受傷 為了救他們 好了 這是第一輯 即是第一部分的故事完了 劇情要推進 怎樣推進呢 無緣無故就說 你們成功畢業了 那一開始就介紹 雅典娜 雅典娜出來 然後開始就爭風俠 做弱智的事情 開始了 大家要開始 要加一些三國瓜例 就是一輝和星矢 就在這裡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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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一揮受傷 維納斯如何救他 身體包住他之類 當然喜歡維納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要成功解決三角的恩系 這就是第二部份 下第二部份的劇情 第三部份 暗殺雅典娜 最後故事大結局篇 結局篇! 找個鄭紫誠之類的壞人奸角就要做一個內鬼 聖鬥士裏面有內鬼 那些什麼使徒行者什麼鬼之類 有個內鬼 之後就在打最後 裝了什麼計時炸彈之類的 不會有什麼黃金箭 怎麼會弄到這些 弄個計時炸彈 我就會炸了十二公裂 亞天蘭一起炸 咳咳咳 咳咳 然後最後 全部人一起衝上去 要救阿天蘭 不 救阿天蘭 打這個教皇 鄭紫誠飾演這個角色 打打打打打打打 大家用盡必殺技 全部人都死了之後 只剩下主角 主角星矢要跟他打 最後 大家都想著 計時炸彈就是救中 然後星矢就不知有什麼事 就打死了鄭紫誠之後 炸彈已經剩下五秒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斷 然後就五年後 哈哈哈 很辛苦 神經病 很辛苦 神經病 唉 五年後 聽來就會用哪個角色 遺納師 不能用這一個新的遺納 呸 屁嘍 方式說毒白 星矢你知道嗎 星矢你知道嗎 哦 啊 原來 哈哈哈哈哈哈 星矢你知道嗎 我們每個人都過得很快活 聖鬥士訓練學院現在都過得很好 新一期的訓練室來 哈哈 然後呢 就 類似有不同的角色又說 阿信終於不扮演 紫龍也跟他老婆春麗結婚 生了一個兒子 經過那些墓地拜祭誰 原來是否拜祭星矢和雅典 原來不是 拜祭的師傅 原來師傅已經老了退休 死了 原來在這裡拜祭 我都拜完了 不如一起在旁邊BBQ 然後就在這裡BBQ 有些什麼BB 有些小孩子經過之類 爹地媽媽 讓你認錯是哪個小朋友 最後又有危機 又說我們又要出動了 聖斗船又衝出去 就是這樣 明白嗎